您好 这里是文明之旅 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6年 大宋天圣四年 大辽太平六年 这一年大宋朝廷处理了一批官员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负载相爱 参之正是吕一简和鲁宗道 这两个人被各罚了一个月工资 那很明显这是要承担领导责任 这种处罚就是意思意思 但是接下来就厉害了 前全三司室 就是前任的国家财政主管官员 被降职处理 在官场上这就是来争格的了 因为动了乌鲨毛嘛 那还有一批负责审计的基层官员 那就惨了 他们被发配沙门岛 沙门岛是在哪呢 是今天山东烟台的长岛 也是后来明朝七级光抗窝的一个重要据点 今天长岛产的那个海参还有名 还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但是在大宋的时候 哇 这个地方停着就吓人 水浒传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请相公到沙门岛走一遭 这句话听在耳朵里 能吓人一哆嗦 为啥 因为沙门岛是宋朝最偏远最恐怖最荒凉的犯人流放地 就跟清朝人讲流放凝固塔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什么样的人会被流放沙门岛呢 基本上就是本来该判死罪 但是朝廷开恩免你一死的这种犯人 但其实呢 真要是被流放到了沙门岛 跟死了也就差不多了 为啥 因为大宋的法律里面有这么一条沙门岛上的犯人 既是国家大赦天下 不好意思 没有你们的份 你就在那待到死 那你想这个地方的犯人 他没有任何盼头啊 他出不去啊 所以只能任由那些当地的牢头禁子随便拿捏 你就说一条嘛 沙门岛上一年大概只有不到200人的口粮 但是岛上每年至少要发配来300多个人 那不够吃怎么办 实在不够吃 好吧呀 你们本来就是该死的人嘛 那些牢头禁子随便指定一个人 直接扔海里就完了 就是这么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好吗 宰相扣工资 前任主管丢官 基层官员直接流放沙门岛 永世不得生还 请问什么事啊 这么严重啊 简单说 就是因为三年前的一次查法改革 带来的财政上的舞弊案 具体过程很复杂 我就不讲了 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叫查法 你一听大概能够明白 就是查业管理的办法 那你会觉得奇怪 就这么一个查业 怎么还有个法呢 这个查业的法 它怎么居然能够引发这么大的案子呢 对 你要是去翻阅一下宋朝史书里面 关于查业的内容 你会发现 哎呦 这么复杂 光是那些名词啊 就能看得人眼花缭乱 比如什么 通商法 进缺法 三说法 献钱法 贴摄法 合同长法 等等等等 我看了好多资料啊 哎呀 深深的感觉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历史学家 都未必说得明白 咱就说一件事 但凡咱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宋朝的政治家 几乎都参与过 至少讨论过查业的问题 那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大聪明 宰相丁卫 还有他的搭档叫林特 这两个人了不起啊 是宋朝茶叶制度最早的设计者 那之后呢 苏东坡 他的弟弟苏哲 王安石 包整 都参与过讨论 还有啊 很重要的一个人 是后来公认的那个大奸臣蔡经 蔡经推出过 蔡经茶法 这是学术界研究宋朝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茶是啥呢 茶不就是几片树叶吗 鸡不能当时 是韩不能当一啊 他怎么就能让大宋朝的这些最聪明的头脑 都能为他绞尽脑汁上脑筋呢 好 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个问题 我也邀请你泡上一壶茶 咱们穿越回公元1026年 看看这小小的一片茶叶 它凭什么能卷起那么大的风暴 你肯定知道的嘛 世界上最早喝茶的是咱们中国人 对吧 茶叶呢 其实就是一种灌木 叶子泡水 有味道 就这么简单 但是请注意 虽说喝茶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个习惯 但是它也有一个发展的线索 最早喝茶只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流行啊 北方人是不喝的 一直到唐代 具体来说啊 是唐玄宗的开源天保年间 喝茶这个习惯才开始传到了北方 当时中国有43个产茶的州 这是唐代啊 那到了宋代有多少呢 全国产茶的州就增加到了97个 就是翻了倍了 那在宋代的时候 你无论去看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还是看宋代的笔记小说 你会发现 从开封这样的大城市 到底下的县城 甚至是乡村 处处都有茶馆 那开封城的茶馆封得很啊 甚至是通宵营业 那个时候的酒吧呀 而且呢 宋朝开始就流行一句话 我们今天还在用啊 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谓的开门七件事 请问这说明了啥 说明到了宋朝的时候 茶叶已经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了 而是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饮料 你可能会说 这有什么呢 不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多了一种饮料吗 生活中多了一点滋味吗 你看柴米油盐酱醋茶嘛 这茶它排在最后一名 有啥紧要的呢 还整出个茶法 还搞得那么多官员 罚款的罚款 丢官的丢官 发配的发配 直语的吗 饮料和饮料 它不一样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啊 在茶叶兴起之前 中国民间还有一种流行的饮料 叫酱 豆浆的酱 但请注意啊 它不是豆浆啊 它是一种用粮食发酵出来的 微微的酸甜口的饮料 好 我们就拿这个姜和茶叶来进行对比 你就能看出本质的不同 首先这个姜呢 它就是口感还行 它没有成饮性 好 粮食做的吧 那丰年粮食多的时候 或者家境好一点 家里粮食多的人 多喝点咯 反吃就少喝点咯 这个消耗量它是不稳定的 但是茶不一样 茶里面含有咖啡碱的成分 对人类的中枢神经 它有刺激性 你长期喝 它有一定的成饮性 这茶一旦喝上 停下来可就不容易了 它的销量是稳定 而且是稳中待生的 那其次呢 这个姜 它是粮食做的 千家万户 自己就能做 自给自足 自产自销 所以它没有多少商业利益 但是茶叶不一样啊 茶叶是单独一种经济作物 是用专门的土地 专门的种植技术 专门的制作工艺 做出来的 这就牵涉到了 社会分工和复杂的交易环节 对吧 这是第二个不一样 还有一点 这个姜 它是粮食发酵的 你想在古代的保鲜技术下 那也没有冰箱 对不对 你能保存什么 只能自家产 自家小 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的一种饮料 但是茶不一样啊 即使是茶产地的南方人 他也不是直接泡那个新鲜的树叶喝 茶叶先要做成干的 唐宋时期茶主要是压紧了的团茶 饼茶 储存运输都很方便 到了消费者手里 开水一泡 满血复活 这个特性呢 就能让这种饮料走得很远 喝茶的人可以遍布天南地北 所以你看 茶叶又牵涉到了远途的物流过程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啊 民间普遍饮用 消耗量巨大 而且需要复杂的交易和远途的物流 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跟茶有关的市场规模 它就大呀 那最先盯上茶的人是谁呀 当然就是商人嘛 长途贩运 低买高卖 这是多么好的 能让商人发财的商品啊 请注意啊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饮料这个事 那有一个商业上的典故吗 话说当年苹果公司的那位乔布斯 就对当时百事可乐的总裁斯卡利 说了那么一句话 说你是要卖一辈子糖水呢 还是跟我一起去改变世界呢 这是著名的一句励志语言 听起来好像卖糖水啊 这好像是一件很掉价的事 对吧 其实不然 饮料业是一个超级大的行业 一款饮料突然流行 是可以造就一个商业帝国 和一个国家首富的 不仅是现代社会如此啊 古代也是一样啊 我们在文明之旅 1024年那一期 讲胶子的时候 就提到过嘛 胶子就是中国古代的纸币 它诞生的第一个重要的诱因 就是茶叶贸易繁荣 带来的巨大的交易量 让铜钱不够用了 所以催生了纸币 好了 商人蠢蠢欲动了 那请问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盯上商人的又是谁呢 当然就是朝廷嘛 在朝廷眼里看来啊 就是我的国土上 突然出现了这么一股财富洪流 这股财富洪流 还有三大特点 第一规模巨大 我们刚才讲了 第二 老百姓一旦开始喝茶 因为茶叶的成瘾性 他摆脱不了 所以这股财富洪流 还非常的稳定 而且还在持续的增长 那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晚 它从生产到流通 再到消费 整条产业链的路径 是如此的清晰 便于节流征税啊 哇 茶叶 对朝廷来说 这是多好的一笔税源啊 在此之前 类似性质的商品 只有两样 一个是盐 一个是铁 都是用量巨大且稳定 产销路径清晰 便于正税的商品 对吧 所以自古以来 盐和铁的专卖 就是朝廷的重要的收入 现在天上又掉下来 这么一个茶 你说大宋的朝廷 怎么可能忍得住 不把手伸过来了 但问题是 怎么把钱 从千家万户的重茶人 遍地都是的喝茶人的手里 把这个钱 把这个税收给他收上来 这就是个难题 最开始的想法呢 很简单 就和盐和铁一样啊 朝廷搞专卖啊 商人走开走开走开 这么好的买卖 哪能让你们来做呢 好 我朝廷是亲自下场 来垄断茶叶贸易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啊 茶叶这个东西 和过去的盐和铁 它不一样 用在盐和铁身上的那套老经验 它在茶这 它行不通 为啥 因为盐和铁这两样东西 它都是叫集中生产 分散销售 所以朝廷好办啊 只要把产地集中控制起来 就可以控制住整条产一连 比如说唐代就是这么干的嘛 好 我作为朝廷 我专门设置官营的盐厂 盐厂里面有专门干活的人 为这些人专门设置一种户籍 叫盐籍 严厉监管 其他人绝不允许作严 唐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残酷故事 是一个酷吏的故事 就是唐德宗的真元年间 有一个官员到盐厂上去视察 他管这块 他带了一个人 谁啊 一个十几岁的他的外甥 跟着他去看热闹 小孩嘛 觉得盐好玩 在盐厂上就捡了一颗盐 带回了家 这官员知道了之后 二话不说 一顿棒子就把他的亲外甥 这个小孩给打死了 你听听 一粒盐 在朝廷监管之外 那就是死罪 何况还是小孩 何况还是亲人 但问题是盐可以这么管 茶就不行了 茶不光是销售是分散的 它那个生产加工 同样是分散的 茶叶就是个树叶嘛 漫山遍野的长着 采茶炒茶的小农 也是分散的 流转空间比盐和铁要大得多 所以请问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朝廷怎么能够控制得住 咱们分散的网络呢 唐朝人不是没努力啊 确实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唐文宗太和年间 就搞过官府办的茶厂 我专门圈一片地 这个就是官办茶厂 你老百姓可不许种啊 要种就把你的茶树 移栽到我官办的茶厂里来 然后来我这干活 你听听 这跟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 垄断盐业生产 是不是一个思路 但是不行啊 这么干 你是把种植业当做手工业来管理 这行不通嘛 老百姓也反对的厉害 也违背了茶叶生产的基本规律 所以这场唐朝的改革 搞了两月就失败了 好了 那朝廷不管生产 只管销售 行不行呢 也不行 你设想一下啊 假如 假如朝廷就这么规定 说茶叶只能卖给官府 老百姓买茶叶 也只能从官府买 那好了 假如我是一个茶叶贩子 我就会偷偷跑去跟茶农说 没关系啊 大批量的 你就卖给官府 那个最好的 我给你高价 你卖给我十斤茶 天不知地不知 那你想 这家卖十斤 那家卖十斤 这个总量是不小的 而且你想 官府做生意 他肯定是效率又低 成本又高 态度还差 茶农肯定是倾向于 把好茶卖给茶叶贩子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公家手里 收了一大批 又差又贵的茶叶 烂在仓库里也没人要 市场上主要流通的 都是茶叶贩子的茶 那你说朝廷不会禁止吗 这个茶叶贩子 抓着就杀了不就完了吗 确实 在唐朝和宋朝 搞茶叶私下买卖 都是能判死刑的 但是还是屡禁不迟 因为这是市场规律啊 集中的管制 面对分散的市场 它即使管得住 不是管不住啊 只要你敢下本 管得住它 管制的成本 太高了而已嘛 那你想 朝廷要管住这种 到处都是的茶叶贩子 你得花多少钱 雇多少人来管这事 那请问 朝廷燃止茶叶 为的是啥 为的就是挣钱嘛 到头来挣的还不如花的多 虽然把这个茶叶管住了 但是成本巨高 那你替朝廷算算账 它何苦来摘呢 所以围绕这个问题 北宋政府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一会儿送 一会儿紧 一会儿找茶叶要利润 一会儿找商人要税收 一会儿这里做个实验 一会儿那里搞搞改革 经常改着改着 一个没想好 就搞出一笔烂账 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大案子 把那么多官员搞到流放沙门岛的地步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大宋朝 尤其是北宋啊 就这么一直是一直是一直是 到北宋的末年 大监陈蔡经主持的插阀改革 宋代的插阀 整套管理办法才算成熟 南宋也一直沿用了 蔡经搞出来的那套办法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没有时间展开北宋查法的那些细节 那太复杂了 我们就粗略的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片茶叶 它是怎么一点点的成为朝廷的印钞机的 给朝廷大把挣钱 以及除了挣钱之外 这小小的茶叶 它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咱们古代中国看起来那么大 幅圆辽阔 上面星星点点 到处都是财富 这景象多美好啊 但是看在朝廷眼里 丑死了 因为朝廷想的是什么呢 我怎么能把这些星星点点的财富汇聚起来 汲取出来 然后变成国家财政可以任意支配的钱 这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我这儿有一本书 叫何以帝国 刘首刚老师写的 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 在这本书里我学到了一个名词 叫睡饼 睡收的睡 把饼的饼 国家向什么东西收税 这个东西就叫睡饼 对 国家收税 跟一个大厨师面对一口锅是一样的 对吧 我不能直接上手拿的 那玩意又烫又不方便 它那个锅上必须得有一个瓣 一个抓手 这个东西就叫睡饼 那古代中国的睡饼呢 大致有三种 第一是人口 第二是土地 还有一个睡饼 是商业 这三个睡饼是各有优缺点 我们简单盘一下啊 你看 第一是向人口收税 那优点呢 是简单 数人头就行了嘛 张三李四各自交钱就完了 但是缺点呢 是过于直接和粗暴 老百姓感受到来自睡收的那个痛苦感 这也有个专用名词啊 叫睡痛感 强烈的很 一旦你睡负不公平 就容易引起反抗 搞不好就是个麻烦 这是人口作为睡饼 还有第二个呢 向土地收税 土地这个睡饼的优点呢 是负担公平 你家地多 你就多叫 我家地少 我就少叫 大家看着都服气 所以这种税收 它的合法性比较强 但是也有缺点哦 就是对于土地的账粮技术的要求太高了 账策管理的难度也是很大的 那好 还有最后一种啊 就是朝商业收税 把商业作为睡饼 本来这种是最优质的睡饼 对吧 因为商人自己是为了挣钱嘛 朝廷是在你挣钱的这个增量里面 拿走一部分 分走一杯羹 你商人还能把这个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算是商人和朝廷合谋挣钱 所以这个税痛感是最低的 但是请注意 商业这个睡饼它也有缺点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管理系统复杂 管理成本巨高 偷逃税还容易 所以古代中国社会的理财专家啊 面对这三个睡饼 他基本上都是对哪个下手 都是在商业税收上下手 在商业这个睡饼上做文章 比较容易出管理上的成绩 好了 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再来看大宋朝的茶叶问题 那茶叶为大宋朝挣了多少钱呢 过程中的数字我们就不说了啊 反正到了北宋快结束的时候 也是茶法比较成熟的时候 宋徽宗的正和年间 警察业一项 一年就可以为朝廷创收 四百万民 你想 禅渊之盟的时候 答应给辽朝的碎币是多少 一年是三十万 这四百万是一个多大的数 你就掂量得出来了 反正后来宋史上有这么一句话 说国家养兵的费用 全靠了茶和盐 给朝廷挣的那个钱 能有这样的成绩 当然是长期制度建设的结果 反复试错的结果 那在这呢 我只给你介绍其中一项法名 就是茶饮 这个饮是引导的饮 勾饮的饮 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要饮子的那个饮 茶饮 你来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 所谓茶饮 那就是一张纸啊 你说它是购货凭证也行 你说它是专卖凭证也行 反正就是这么一张纸 商人把钱交给官府 官府就发你这么一张纸 你在纸上写定的数量和范围内 去做茶饮生意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看 有了茶饮 就说明朝廷里面有高人啊 这高人是想清楚了一件事啊 就是我朝廷真正能够 垄断在手里的是什么呢 是茶吗 是盐吗 是整个市场吗 都不是 这要垄断这些东西成本太高了 不 我朝廷真正攥在手里的 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商业合法性的许可 对 这是我真正能卖的 我一个官员 我坐在衙门里 你商人交钱买我的许可 我只要在这张纸上刷刷点点 写上几笔 再设计一些监督措施 拿走就行了 市场正常运行它的 我朝廷 钱已经在这了 落袋未安 那你说这些茶业商人 不会作弊吗 不会跟朝廷玩心眼吗 会 但是动力没有那么强 对吧 为啥 因为商业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 商人就要综合平衡 那个收益和风险了 大商人是一种风险敏感性的动物 他算得过来嘛 我为了多挣一点钱 我非跟朝廷玩心眼 最后开罪了朝廷 最后鸡飞蛋打 我有这么好的钱 这么好的买卖不作 我那是何苦呢 不划算吗 所以有了茶饮制度 就相当于民间力量 来我的土地上淘金 我不管金子 我就坐在这个淘金厂的门口 我卖进场的门票 和淘金用的铲子 对吧 至于你来淘金的人 你是不是淘得到 金子淘到之后 你怎么出门去变现 那是你淘金客的事 我朝廷 我管理这个金子的厂 我只负责让你淘金 这个动作合法 而且可行 我就已经能够挣到钱了 你发现没有啊 茶饮制度 其实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 而发明了一根 利益的杠杆 是杠杆 是放大作用的 那放大什么呢 就是你商人想发财的 那个小念头啊 好啊 现在朝廷给你发财的路子 但是路子 不好意思 你得花钱买 就是这个茶饮 买完了 您得自己走啊 至于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发财 那可不是朝廷的事 那你想 这有点像什么呀 就是像赌场啊 对啊 所有来赌场玩的人 大家都是为了来挣钱的 但是长期来看 最后挣钱最多的人是谁 肯定不是什么赌客里的赌神 而一定是赌场老板 谁坐在门口收门票 谁最挣钱 对吧 所以后来欧阳修有一句话说的好 说整个这套制度设计的关键 就是一个赌 叫诱 引诱的那个诱 政府拿出巨大的利益来引诱大商人 那大商人呢 也拿出利益来引诱小商家 这一层一层的诱下去 整个良性的那个利益体系 它才搭得出来 好了 有了茶饮 那下一层的制度创新 就又可行了 就是朝廷拥有了一个 类似于西方的那个债券那样的金融工具啊 你想债券是什么 有一句话吗 金融的本质是跨期的 期是时期啊 金融的本质是跨期的价值交换 说白了 就是我能把未来的钱挪到今天来用 我就在搞金融 举个例子嘛 怎么茶饮就变成了 债券和金融啊 比如说朝廷突然要在西北方向对西夏要用兵了 那马上那个军费支出就要暴涨 好了 这笔钱从哪来 难道紧急向民间收税吗 第一是来不及啊 第二会带来民间剧烈的动荡 肯定不可行 但是现在朝廷有了这么一些什么茶饮啊 盐饮啊 这些票据 也就是朝廷在上面盖了大印就能生效的商品许可征 这玩意就能瞬间产生很多财富 那比如说今年的茶是不够卖了 好 明年的 后年的 大后年的茶叶生意请问你们这些商人要不要做啊 要做 来 现在拿钱来买后年的茶饮 所以宋朝的茶饮有所谓长饮中饮和短饮 有不同的时间期限 请问你想不想提前拿到许可证 反正你看茶山茶厂在这儿吗 他又跑不掉 大宋朝人人喝茶这个消费力在这儿吗 也跑不掉 朝廷的信用在这儿吗 你总该信吧 所以你商人有什么不放心呢 把老底都给我 把后年的茶钱先给我 你商人要实在在犹豫啊 朝廷还可以给你 后年的茶嘛 给你打个折 卖给你呗 所以只要有商人买单 这不就是等于把未来的钱调过来 集中在今年使用吗 那战场上突然暴涨的那个军费 他就不用筹了 那这就是金融的作用 你说一个美国的事啊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 你看南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北方军队 就是林肯总统的联邦的那一方 打得并不好 开局很差 所以军费马上就紧张 那北方的财政部怎么办呢 就要发五亿美金的国债 但是因为你仗打得差呀 所以那些大富豪大银行家都不愿意买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费城有一个银行家叫库克 库克就挺身而出 做了另外一套设计 首先是把债券的面值降低 低到五十美元 你就能买一份国债 不仅利息高 而且宣传买债券的行为 就是爱国呀 这库克呢 还做了一项设计 就深入到美国的中西部的农村 蚂蚁雄兵 去推销这种爱国投资债券 告诉老百姓 只要北方打赢了 这个债券就能大涨 你们还能分享国家的胜利果实 你们还爱国了 那还用说 马上这五亿美金就筹齐了 五亿美金马上就变成了粮食药品和炮弹 送上了战场 好了 过一段时间 那南方的军队又撑不住了 什么原因 还是没有钱嘛 怎么办 南方用的就不是债券的方法 他用的是老办法 搞通货膨胀 印钞票一年就印了17亿美元 那很快通货膨胀 把南方的经济就搞垮了 经济一垮 军队当然就垮了 然后战场就垮了 所以后来 美国南方就有一个将军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不是输给了北方的士兵啊 我们是输给了北方的金融啊 那从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宋朝现在手里有了茶饮 盐饮这些金融工具 他的利害之处 那与此同时呢 宋朝还有一项创新 叫入中法 入是进入的入 中是中国的那个中 简单说啊 就是朝廷一旦在某个地方 需要用大笔的物资 就可以告诉全国的商人 你们把什么什么物资 多少数量的物资 运到什么什么地方 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 给你多少茶饮和盐饮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买卖的许可证 这个制度你一想可妙得很 对吧 有了金融票据 就满盘结火呀 茶饮这种许可证 代表的是一个发财机会 用这个机会来调动商人的欲望 把全国的物资集中投放到指定的地点 指哪打哪 这本来是多大一坨工程啊 朝廷本来要做计划 要采购 要运输 要管理把物资 才能够高到某个地方 这成本高得吓人啊 现在好了 就是因为有了这几张纸 商人的积极性被发财机会调动起来了 朝廷什么都不用做啊 意念一动 我要到哪干个什么事 就可以实现物资的转运目标 指哪打哪 这个过程简直就跟魔法一样 我说到这儿呢 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丝隐隐的担心 对呀 朝廷是合适了 一张纸就能收到大笔的税 还能把天下的商人指挥的滴溜乱转 他问题是商人能合适吗 再换个视角 站在商人的角度来看一看 他们会不会成了韭菜呢 花钱买了许可证 把老本都贴出来 买后年的后后年的茶叶的许可证 他真能发财吗 真能把这钱赚回来吗 你看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小看 商业创新的力量 商业不是面对一个固定的市场和消费习惯 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商人的聪明才智 把它变得越来越搭的 大宋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后来的那个宋徽宗赵吉就写过一篇文章 叫大观茶论 他就特别骄傲 说我大宋朝那是喝茶的好时代 人民安居乐业 天下好茶备出啊 什么见西之贡龙凤团饼 名贯天下 而且制茶的工艺品茶的门道 是远超前代 不管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头百姓 大家都爱喝茶 这确实这个观察是对的呀 你可能也知道 宋代不光喝茶 人们之间还流行叫豆茶 这豆的是什么 不是说谁家的茶贵 从用什么水 到把水煮到什么程度 再到喝茶的器具 包括打出来的那个茶墨的图案 比的是茶客之间的那个综合实力 你就想人一比 这个消费层层当然就往上涨了 不知道我说到这儿啊 你是不是听出了一点 叫消费主义的味道 喝茶在宋朝 已经不光是弄点开水 泡个大碗茶那么简单了 把茶喝出文化 喝出仪式感 那买了茶饮的商人 是最有动力 花样百出的 搞营销的 再加上搭宋朝 最不缺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文人嘛 他们推波助澜 这喝茶就全民普及 喝茶这个市场 那就是爆炸性的增长啊 但是我说到这儿还没说完 这个小小的茶叶 启动着这个因果的链条啊 尝着来 对大宋朝来说 茶叶甚至还是一种 对外的战略物资 你能想得到吗 道理很简单 就这个时候啊 大宋周边的那些政权 什么大辽啊 西夏啊 吐蕃 他们的人也都喝上了茶 早在唐代的时候呢 史料里面有这么个故事啊 话说 唐德宗时期 有一位大唐的使者 初始吐蕃 这个使者呢 在自己的帐篷里面 就煮茶喝 正好 吐蕃的赞谱 就是他们的国王啊 进了帐篷就看见了 哟 说你这是干啥呢 这煮的什么玩意啊 使者说 我这个东西好 我这个东西叫茶 喝茶是又解渴又驱除烦恼 好东西哦 赞谱说 哦 茶呀 这晚上我有 然后命令手下就拿出来了啊 摆了一桌子 这是寿州茶 这是苏州茶 这是雇主茶 这是奇门茶 这是昌明茶 等等啊 摆了一桌子 我有的是 哦 好家伙 全部都是内地什么 安徽江西浙江两湖的家伙 好茶 这故事说明啥 说明在唐朝的时候 茶叶虽然传到了吐蕃 但是吐蕃的上层人士 只把它当作内地人很真爱的奢侈品和收藏品 他还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 甚至看到茶都不知道这是个啥 这是唐代时候的故事 但是到了宋朝 那就不一样了 周边的政权 无论是藏区的吐蕃 还是北边的大辽 西北的西巷 上上下下都开始流行喝茶 甚至到了嗜茶如命的程度 那你说这是为啥 历来的解释是有这样一款啊 说草原上的人 他们天天吃肉 所以需要喝茶解腻 要不然就是活不了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说法是存疑的 道理很简单嘛 唐宋之前 草原高原上没有茶 人也吃肉 他不也活了吗 所以说到底 喝茶这个习惯 它就是有成瘾性 一旦喝上了 就很难再戒掉 你看英国人据说 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都要喝个下午茶 这都不能耽误 那也算是嗜茶如命了吧 那你总不能说英国人喝茶 也是因为他吃肉多 和这个玩意儿有关吧 所以与其把喝茶这事 解释为各种各样实用的功能 不如咱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它就是一种成瘾性的习惯 这反而好理解了 很多现象 就像今天很多办公室的白领 中午吃饭之后 不来一杯咖啡 下午就打不起精神 他说我需要一杯咖啡续命 这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好了 现在你看啊 茶叶产地都在大宋 对于大宋来说 周边的这位兄弟 我手里有你要的 我当然就可以随时拿您 所谓的战略物资 它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北方的兄弟啊 尝一尝茶叶啊 这玩意儿好香的 没得喝真难受啊 来啊 回家去啊 把你们家好东西拿来跟我换呢 那这些兄弟 他能拿什么来换呢 这可是我独有的 而是你不能缺的东西哦 要换当然是拿你独有的 而我不能缺的东西哦 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 最好你们就拿你们家的马来换 马这个东西战场上是必须品 那此前呢大宋确实也用铜钱买过马 但是很快大宋就回锅味了 说不行 这个铜钱是金属啊 运输不方便就不说了 你膝下用马换到我大宋的铜钱之后 你接着回去就把铜钱给融了 铸造成器物 那有多少铜钱 我也不够用啊 我大宋自己还钱晃呢 我们以前节目讲过啊 所以铜钱这玩意不能出镜 得先制 但是茶叶就不一样 茶叶既运输方便 又不会危及我大宋朝自身的金融安全 所以我用茶换你的马 对大宋朝来说 这是再划算不过的一笔交易 但是 你要是站在西夏那边 再看这个问题 那就恼火得很啊 我西夏人 我买的就是个树叶子 对吧 我喝了 我还越喝越上瘾 而且这玩意对我国家的竞争力 没有一毛钱的帮助 但是我给出去的是什么呢 那可是马呀 那可是帮宋朝强化和我对抗的军事实力的马呀 所以你说 是不是西夏也会觉得不划算 但是对于西夏来说 这笔买卖不做行吗 又不行 因为西夏的经济对于外部的依赖性太强了 对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讲到啊 宋夏两国正式开战 那宋朝马上就发动了贸易制裁 对不起 茶叶不卖了 你们的马我们也不买了 大家都忍着吧 看谁先忍不下去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西夏的物价飞涨啊 据说一匹布涨到了上百钱的价格 一匹捐要接近一万钱 那西夏就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 这你会问啊 奇怪 茶叶不卖 那就不喝了呗 难受点 为啥还引起了其他物资 什么布啊 捐呢 这些东西的价格上涨呢 对西夏来说啊 这个时候 茶叶已经不仅是饮料那么简单 它在西夏很大程度上 还起到了货币的作用 西夏和周边的吐蕃部落做生意 几斤茶叶我就能换一头活羊 是货币啊 那茶叶一段 等于是它的货币体系崩溃了 我顺便说一句啊 其实直到近代 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商业贸易 还经常把专茶 就是蒙古人做奶茶用的那个专茶 用作结算的货币 那所以后来到了范仲淹那个时代 宋夏两国啊 又不打了又合一的时候 那西夏就一口气找大宋 要了二十万斤茶 他的经济才换过来 所以你看 只要你西夏还要茶叶 哪怕它的军事实力再强大 在这种国力的综合博弈当中 西夏因为你没有茶 大宋有茶 所以你始终处在弱势的 被动的这一方 说到这儿 你应该会想到一个词啊 叫茶马贸易 对 也就是从唐朝一直到明朝和清朝 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的 用茶来换马的这个贸易 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 茶马贸易 它何止是一个贸易哦 它还有一个代名词 叫以茶制鞭 或者叫以茶积民 就是我用茶这个工具 作为一种控制性的工具 我来对付周边的这些民族 你看 这是有了茶 在大宋朝才开始有的国家战略啊 听了我刚才那一段 是不是有一点点没想到啊 小小的一片茶叶 它的影响居然如此深远 对内 它是一个能收能放的财政工具 对外 它又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霹雳手段 我印上几张纸的茶饮 它就能让天下商人 为我调动物资趋之弱物 我切断或者是放开 对周边政权的茶叶供应 居然就能左右外交局势 哇 太神奇了 那你说 凭什么来 茶叶这么一个东西 它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了 这就牵涉到 对我们人类文明本身的理解了 人类文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时时刻刻都对外部资源 保持着一种叫积极的开放性 随时迎接你对我的冲击 而且呢 我们还能不断和外部资源 形成新的牢固的共生关系 你可能会说 你为啥说得这么绕口呢 你简单不就是那么一句话吗 叫人会利用工具 这么说不就简单了吗 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们过去老以为啊 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利用工具 这是从人的单一的角度出发的 好像世界万物只是人类随时可以开 开了就可以用的工具箱 我们拿起某项工具 然后使用它 然后达到目的 那目的达到了 那就可以扔了 就可以放下了 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不是 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 就是人类偶遇了某种外部因素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茶叶啊 我们偶遇了它 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 形成了合作关系 人类因此拥有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甚至突然发现 哦 我跟大家合作 原来能够解决很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但这只是故事的上半部分 对吧 故事没完呢 这些外部因素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文明的 人类文明系统也会因此发生那种叫不可逆的改变 这些外部因素甚至从此就留在人类文明的生存系统里了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人类刚开始用石器加工食物 发现自己就不用用牙去咬啊去磕呀 我也不需要咬合力那么强的牙齿 所以人类的牙齿就开始退化 给大脑的发育留下了空间 但是人类从此也就离不开工具对食物的加工了 这玩意就进入我们的生存系统了 再比如 大概是17万年前 人类开始用缝衣针做衣服把瘦皮缝起来 因为我有保暖措施 我就可以离开非洲去到更寒冷的北方 比如说去欧洲 但是人类一旦到了北方 我们可就再也离不开衣服了 衣服这个东西就成了人类文明的必需品 它也进入了我们的生存系统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茶叶吗 也是类似的效应吗 最开始茶叶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植物 就是树叶子吗 但是一旦它深深的嵌入到我们文明的内部 它居然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很多原来意想不到的任务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在中国人开始喝茶的时候 那是绝技想不到 就这么个玩意儿 它居然能成为中国国家征税的税饼 成为发行金融债券的信用 成为国际博弈的工具 再加上茶叶的成瘾性 它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人类的生存系统了 你想想看文明的发展 其实我们就是一路采集这些外部资源 进入我们的生存系统 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汽车 电脑 手机 所有这些东西表面上 它们是人类发明的好用的工具 对吧 但是一旦用上 它就成为人类生存系统的一部分 咱就再也离不开它了 人类文明的面目也因此被深刻的反过来的改变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啊 上海电影节 白玉兰奖 有一部获奖的纪录片 叫汽车联想 是用外星人的视角来观察地球 那外星人得出啥结论呢 他向自己的总部汇报 说我发现 说这个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 叫汽车 人类是啥呢 人类是汽车的燃料 你看人类一上车 这个车就动 对吧 人类一下车 车就停了 你说人类是不是汽车的燃料 你看 从这个视角 就是外星人视角来看 汽车不是人类文明的什么身外植物 它就是人类的一部分 包括现在这几年啊 我发现我很少听我周边的人说手机丢了 也是这个原因啊 手机它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身外的工具了 我这个大活人和我的手机加起来 才是一个能在今天的 至少是中国的城市环境里生存的完整的人 所以人不是这个肉身 人是肉身 加上很多外部因素 我们才构成的一个生存系统 这么想起来 我们人类好像也挺悲催的啊 被一个一个的外部因素驯化 说白了 那么多好工具 其实都和茶一样 都是人类的成因品 电脑不是吗 汽车不是吗 手机不是吗 对吧 哎呀 我们人类好像最终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 那倒也不是 还是那句话 叫人类是万物的尺度 你看 尤瓦尔赫拉利在这本名作 人类简史 这本书里有一个有趣的观察 他说 自从人类崛起之后 一个物种 他是不是成功 不在于他个体是不是幸福 而在于他在地球上复制了多少基因 那人类是你复制基因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所以人类的存在实际上是彻底改变了所有物种的命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鸡 哎呀 现在这个鸡啊 你要看具体的每一只鸡 每一个个体 那真是太惨了 在现在的专业化的养鸡场里 一只鸡从鸡蛋孵出来 从生到死 也就二十多天 绝大部分鸡一生不超过三十天 就要被断上餐桌了 但是如果从基因复制的数量上来看 那基因在所有的禽类当中是非常成功的 全世界大概有二百亿只鸡 比人类都多 所有的鸟类当中它是最成功的物种 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人类如果移民火星 只允许带一种动物 是啥 一定是鸡嘛 因为鸡繁殖块 生长周期短 那是最稳定最高效的人类的蛋白质的来源 你看人类当然是离不开鸡 但是说到底 所有的物种有没有价值 比如说鸡 他自己说的是不酸的 你作为一个物种 你对我人类有多少用 你才有多少价值 才能获得我们刚才讲的物种意义上的成功 这才是人类文明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路滚滚向前 一路开放包容 不自我设限 一路裹挟进来 众多的外部的合作伙伴 但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结果就是 只有人类才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 我们人类成了万物的尺度 这是人类文明最终的成果 当然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对外部资源 咱可千万别动不动 就说你这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随时保持对于外部资源的开放性 这是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每一个物种有什么用 不用问 现在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但是未来某时某刻 它可能就对人类有用 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种动物叫后 那晚上长得跟鳖似的 不是鳖 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物种 活化石四亿年前就有 而且形态变化不大 到今天还是那晚上叫后 这个东西生活在深海里 直到了二十世纪中期 大家才发现 它的血液在被细菌内的毒素感染的时候会凝固 所以后的这个血液呢 就被开发成了一种叫极其敏感的 能够检测疫苗和药品中 是不是存在细菌感染的一种工具 就这种工具至今无可替代 就这么个物种 四亿年没人打理它 跟人类没关系 一直到上个世纪的中叶 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外在的资源是有用的 这样的例子好多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红豆山的那个树皮 提取的一种抗癌药 叫紫山醇 至今紫山醇也没有办法 人工完全合成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在人类发现 它们的巨大价值之前 这些物种就灭绝了 那人类可能根本无法知道 它们的价值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 千万别说 这个东西没有用 重要的是 我们对所有看似无用的外部资源 保持开放性 其实不只是人类物种这个层面 作为人类的个体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记得有一个我的老前辈 对我讲过一句话 我真的是受用了一生 他就说 他人这一辈子所有的好事 都不仅是谋划出来的 努力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敞开心胸 迎接外部资源的撞击 我还记得他用的这个词 叫撞击 迎接外部资源的撞击 然后想办法和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一起去碰运气 碰出来的 好事是和外部资源合作 碰运气 碰出来的 就拿这句话吧 就拿这句话 作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人类和茶叶两个物种 彼此合作 彼此成全的故事的注脚吧 好 这就是今年的故事 我们下一年公元1027年 再见 下面是感谢时间 本期我想感谢东莞的卡斯书8看片团 他们带着文明之旅走进了东莞市的钱币博物馆 这是中国第二大的钱币专题博物馆 他们在这家博物馆里看了 胶子这期节目 这真是太应景了 这家博物馆是用时间线的方式展示了钱币的演变 这种布展方式就把复杂的历史变得脉络清晰 感谢文明之旅各地看片团的组织者 这种不同主题的文明游学 大家策划的很用心 这也是线下看片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要特别感谢网易逆水寒 为我们带来的宋朝美学独家计算机图形技术支持 这词我怎么这么熟了 逆水寒的主创团队告诉我 就是在游戏玩家的圈子里流行这么一句话 叫捏脸两小时游戏五分钟 什么是捏脸啊 不是字面上的捏人脸啊 而是在游戏里面给你的角色设计脸型 在逆水寒游戏里面 你可以自由定制角色的脸型和体型 想要什么样的美颜啊 妆容啊 发型啊 全都随你调整 不光能定制 他们还有一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黑科技 你只需要用语言描述一下 你想要的长相 系统就能根据你的描述 自己把这张脸给你捏出来 在逆水寒里面只有你说不出来的 没有他捏不出来的脸 好 本期节目咱们说的是宋代的茶法 宋代人喝茶呢 跟咱们今天差别还挺大的 我跟你一起去读一首皇庭间的词吧 这首词就是写茶的 这首词的上却呢 写的就是宋朝人到底怎么喝茶 特别有画面感 给念念啊 凤舞团团饼 恨分破 叫孤立 金曲体径 支伦慢年 雨晨光阴 汤响松风 早简了 二分酒兵 你看咱们节目里讲过啊 就是唐宋时期 那个茶是压成茶饼的 所以诗人才会写 凤舞团团饼 那煮茶呢 是要先把茶饼掰开 碾成洁白的 像玉一样的那个粉末 然后加水去煮 茶汤煮开的声音 你看这词里讲的啊 就像风吹过松林 美不美啊 汤响松风 早简了 二分酒兵 好 我们再看这首词的下却啊 下却写的是 人喝茶的这个感受 味农相友 醉香露成家境 恰如灯下 故人万里 归来对影 口不能言 心下快活自省 搁到好茶 它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好比一个人 独队孤灯的时候 故人从万里之外 赶来相会 嘴上说不出话来 但是就是觉得心里快活 真好啊 口不能言 心下快活自省 不知道你喝茶 有没有喝到过 这么美妙的情味 每一期的文明之旅 也是那个万里之外 赶来跟你相会的故人 好 咱们一茶代酒 敬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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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